欢迎收看寒天新闻 我是子彤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 截至美东时间周一12月6日凌晨3点22分 全球的新冠病毒总数超过了2.65亿例 死亡人数超过525万 美国总统拜登12月2日宣布 旨在遏制当前的大流行的新措施 从周一开始所有入境的国际旅客都必须出示 在出发前一天内进行的检测 所有在美东时间12月6日凌晨12点01分之后出发的航班 必须遵守CDC新的测试令 该命令于12月2日晚间发布 白宫网站上概述的计划说 这个新的检测时间框架将适用于每一个人 无论其国籍或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过去90天内感染COVID-19后恢复的相关文件也被接受 到周日12月5日为止 已经接种疫苗的旅客需要在出发前三天内进行检测 对抵达美国的外国游客有一个要求 即必须完全接种疫苗 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和合法的永久公民 可以在出发前往美国的一天内进行测试 并允许进入美国 新规则将使每个人的测试时间改变为一天 拜登还宣布要求旅客在机场飞机和其他公共工具上 如火车和公共汽车上佩戴口罩 联邦口罩令已经被延期到3月18日 该检测要求适用于所有飞往美国的2岁以上的航空乘客 纽约市将对所有的私营企业员工实施疫苗令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周一12月6日宣布 纽约市所有的私营部门雇主 现在都必须在12月27日之前执行COVID-19疫苗令 公共部门员工已经被强制要求接种疫苗 在MSNBC上宣布的这一新的举措 意味着在该时工作的每个人现在都将受到疫苗令的约束 他们越是普通员工就越可能说好吧 是时候了我们要去做这件事 因为你不能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 或者从一个公司跳到另一个公司 白思豪说这是需要普及的东西以保护我们所有的人 市长宣布纽约市5至11岁的儿童 现在也需要初始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证明 才能被允许进入室内餐厅健身和游乐场所 现在成年人到这些场所必须提供两剂疫苗接种证明 市长说他相信这些规定将在法庭上得到支持 我们的卫生专员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强制令 他们每次都在法庭上获胜 州法院和联邦法院 这是因为他们是普遍和一致的 白思豪说 他们是为了保护公众免受目前显然的危险 市长将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 美国卫生官员周日12月5日表示 尽管COVID-19新变种Omicron正在迅速的传播 但早期迹象显示该病毒不像之前发现的另一种变种 Delta那样危险 美国总统首席医疗顾问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 安东尼福奇 周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情咨文节目采访时说 在对Omicron的严重程度得出结论之前 科学家们还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 Omicron最先在南非发现 并已经成为该国COVID-19疫情中占主导地位的病毒株 但来自南非的报告表示 住院率并没有因此而显著增加 到目前为止 它看起来还没有很大的严重性 福奇告诉CNN 但是我们还在确定它 不如Delta严重或是真的不会导致任何严重的疾病之前 我们真的必须要小心 美国已经对来自南非八个国家的旅行游客实施了旅行限制 但是福奇周日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取消 这些限制措施希望我们能够在一个相当合理的时间段内取消这一禁令 福奇说我们对给南非及其他非洲国家带来的困难感到非常难过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截至到周日 Omicron已经在美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州出现 包括东北部南部中部的美国大平原和西海岸 威斯康辛、密苏里和路易斯安那州也都发现了确诊病例 但是Delta仍然是最主要的变种 其导致的感染人数占COVID-19病例的99%以上 并推动了北部住院人数的激增 纽约西部的一些医院不堪重负 国民警卫队已经前往支援 拜登政府预计将在本周宣布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抵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 报道称此举将使美国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向北京发出信息 又不会妨碍美国运动员参加 此前拜登政府一直受到来自国会议员的压力 包括众议院议长加州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在内的两党立法者 都主张应对2022年的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 他们希望借此谴责中国当局对人权的侵犯 拜登上个月表示他正在考虑这一项举措 多年来中国因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 威胁台湾海峡的和平 压迫西藏新疆少数民族 并对包含法轮功在内的宗教信仰实施 残酷迫害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预计不会发生全面抵制 这意味着美国运动员仍然被允许参加比赛 美国上一次全面抵制奥运会是在1980年 当时在任总统吉米卡特在此之前 美印澳日等20国家都拒签冬奥会休战协议 旨在抗议中国的人权劣迹 12月2日北京和国际奥委会IOC共同起草了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休战决议 提交给了联合国 并在当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 休战决议呼吁各国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的7天 到3月13日北京残奥会闭幕后的7天期间 先搁置冲突 让两项体坛盛会能够成为促进和平对话与和解的方法 不过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印度日本等20国都拒签此协议 以向中国传递对其侵犯人权香港议题和网球名将彭帅事件的不满 目前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在贸易军事侵略 全球基础设施 公共卫生和人权方面仍然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分歧 CNN称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6日进行了虚拟峰会 被视为拜登上任以来的最重要外交会谈之一 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 美国官员表示在峰会期间 拜登与习近平进行了健康的辩论 拜登表达了对中国人权台海局势以及北京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担忧 鲍博多尔是一名在二战期间深受重伤的美国士兵 后来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数十年的著名人物 他于周日去世享年98岁 多尔是中西部草原州堪萨斯州的直言不讳的儿子 他在美国参议院代表该州27年 后来成为参议院的共和党多数党领袖 多尔在1976年被共和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20年后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因民主党比尔克林顿赢得连任而选举失败 多尔的死讯由伊丽莎白多尔基金会宣布 该基金会是他的妻子组织的 旨在表彰美国的军人护理人员 该基金会说 该基金会说他是在睡梦中去世的 鲍博多尔在大约一年前宣布 他患有晚期肺癌并开始接受治疗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日发表声明说 鲍博是我们历史上很少有的人 像他这样的美国政治家 一位战争英雄也是最伟大的一代中最伟大的一位 对我们来说他也是一个朋友 我们可以向他寻求可信赖的指导 或者在恰当的时候用幽默的言辞来安抚紧张的神经 拜登还表达多尔有一种无懈可击的正直和荣誉感 另外根据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 副幕僚长德鲁哈米尔说 佩洛西下令在美国国会大厦下半期向多尔致敬 感谢收看 以上是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